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买了几个皮袋 可以做个皮袋 这个肉是我昨天买回来的 然后我老是给我放到冰箱里面了 但是还要好没动营 要是切刚刚好 非常好切 稍微动一下的肉 特别好切 大葱老姜拍一下 放点姜葱水 用手抓一下 把姜葱汁抓出来 肉丝里面加盐 生抽 胡椒粉 先来点姜葱水 先用手给它抓匀 多抓一下 抓到肉去浇 抓到肉粘收个后 第二次加水 继续抓匀 然后把水吃进去 肉吃起来嫩 刚刚搅了个鸡的袋 第三次水吃进去后 加红薯淀粉 大家也会用生粉 生粉比较细 麻烦肉是要强这种 一个人一个人非常的饱满 蒜头把老根根稍微去一下 切一段 一块 扣着上点水 稍微滴几滴油 水里面加点油 超水的时候 酸态它的颜色都可以跟滤 再稍微加点盐 增加底味 水开下酸态 直接捞出来 马上用凉水给它冲一下 蒜头还吃起来超级脆 炒肉先制锅 一样多划呀 不然炒肉还粘锅 下肉丝 放几个花椒 小米辣 一瓢烧焦酱 放着老抽增加颜色 下蒜苔 鸡精 淋成酥 把干净 盘成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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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今天的皮都可以 好 直接摆起 尽量摆好看一点 我的种子是太臭了 烧焦酱摇起 讲究点的朋友呢 直接摇中间 然后边边把它溜起 看起来好看 差点两个葱花 搞定 人生最尴尬的莫过一菜炒了 发现没得饭的呀 啊 只有下面吃啊 我老奶们出去了 昨天我中午饭都没人煮的呀 空有两个下饭菜 全没得饭 哎 嗯 棒 哦 一家都能下一碗饭 来 吃的时候就点点的烧焦在皮特上面 烧焦皮特简直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两菜 嗯 水开了 把面一下吃 我里面的面不是好 大家面好的话可以完全不用加水啊 来 切 烧焦拌面 其实多想该吃 都吃的 已经吃的饱一顿了 加加加加加加加的 喝到一起吃 简直白了 这真的是豪华般的 烧焦肉吃面 啊 都是今天能够吃了那么减肥呀 嗯 非常奇特的猪猴 哎 到了 吃完了很大事 好的朋友们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啊 慢慢的把生意来吃了啊 今天吃的真的是过去的 但是啊 菜要跟我们老师来聊聊的啊 附近个老师他们吃了 就晚上要回来吃 哎 谁吃的好厉害了啊 啊 你过去的 你验子还没有啊